看6月14號的台式五間新聞 我是張寧 宣傳小帶您關心鬧的是 繼指揮官陳時中確診之後 指揮中心團隊又有多人快篩陽性 包含了發言人莊仁祥 還有醫療應變組的副組長王碧盛 以及衛福部政務次長徐瑞源 快篩都呈現了陽性 而當中莊仁祥 他是出現了喉嚨不舒服的症狀 而徐瑞源目前還沒有出現症狀 至於副指揮官陳宗彥 還有機關署的署長周志浩 以及副署長羅一鈞 判篩目前都是陰性 身體的狀況良好 將持續落實自我健康檢測 上週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 王碧盛才秀出工作照 指出每天記者會前的準備會議 指揮官陳時中都會帶領團隊 討論各種議題 沒想到累計至今照片中 已經有四名防疫大將確診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碧盛執行長 還有指揮中心的莊仁祥發言人 也是機關署副組長 那今早因為這個兩位 其中兩位有相關的症狀 自行快篩陽性 那另外我們的薛瑞元次長 本身雖然沒有症狀 不過也做了家用快篩也是陽性 其中指揮官陳時中12號 快篩陽性確診最早發現 不料當時坐在他左右兩邊的人 也紛紛快篩陽性 做的最近的是醫療應變組副組長 王碧盛快篩陽性 有鼻塞喉嚨痛等症狀 坐另一邊的衛福部政務次長薛瑞元 同樣快篩陽性但目前還沒有症狀 至於當時站在陳時中附近的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快篩陽性 出現的症狀最多喉嚨癢 咳嗽發冷等 照片裡頭的防疫戰將目前只剩 疾管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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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 相關的指揮中心的工作呢 会有其他的副組長或者是幹部來代理 那發言人的職務就由我署一鈞來代理到這個下週 本土疫情不只燒進指揮中心 位處國門第一線的桃園 也正面臨邊境松綁之際 桃園市長鄭文燦13號 反家后就出現喉嚨不舒服的症狀 立即快篩也呈現陽性 14號視訊診療確診 目前已规定进行7加7检疫 关键时刻防疫战将纷纷确诊 也让国人担心 接下来最后报道